歪头倾盆大雨 本以为躲在机场很安全 想不到 一声尖叫航下天花板 瞬间崩塌从空中坠下 大量雨水倾斜而下 跟着灌入室内 众多路客全被凌晨落塘机 前一区也瞬间成了大型瀑布 店家不止生意没法做 还想办法带着现场机台避难 这起事件就发生在上个月31号 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 当天刮强风降暴雨 造成当地最大城市古瓦哈地的 国际机场航班 暂停起降45分钟 机场人员事后澄清 这起事件发生在航下外部 情况在30分钟内就已控制 现阶段已没有漏水 所有积水也都清除 但暴风雨也一度导致机场外的 印度石油公司大楼 一棵大树被离地拔起 造成当地交通阻塞 而随着暴雨消退后 机场也回复营运 只是这回大型机场天花板掉落的 夸张场面在社群媒体疯传 加深各界对印度基础建设落后的印象 比起大雨后的机场复原 如何改善翻新国家建设 恐怕才是重中之重 小新闻也好这么多